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3年4月11日 今天是星期二 這節繼續要來 叫做踢爆解放軍 說了兩節也忘了自己介紹 我是各位的節目主持 我是Johnny Fox 我們現在要稍微 稍微強調主持的身份 避免 其實 升旗易得道是我們的節目名 不是我們的人名 但是實在是太容易 外面 好像 很喜歡叫我們做升旗易 這個不是我們人名來的 不好意思 你也不會叫陶傑做光明頂 好 我們這一節 要繼續揭開 解放軍的真相 我們也 很大膽地告訴大家 這個 我們差不多 是全香港 最早的節目 和大家 揭露解放軍 是不堪一擊 這個credit 是怎樣也要給我們 正當外面 絕大部分的節目 絕大多數的時事評論 都覺得 解放軍很強啊 武力是人家的強項 我們不要挑戰 說了一大堆 的時候 我們是最早 告訴大家 解放軍 其實是不堪一擊 當然 他不堪一擊 我不是用拳頭跟他打 我用拳頭 他用武器 當然是去到好打一點 現在說 是他 跟全世界 正常的國家 正常的武力水平 去相比 實際上解放軍 也不用說得遠 真的不是開玩笑 印度也打不贏 中國大陸的解放軍 最厲害是做甚麼呢 他們最厲害的東西 是 唱卡拉OK 這個 解放軍的軍艦上面 不是開玩笑的 就是引進了 全世界最先進 卡拉OK 不是雷達嗎 當然不是 雷達要跟俄羅斯買的 俄羅斯的雷達 根本一點都不先進 俄羅斯的雷達先進的話 就不用被 烏克蘭炸到一旁一旁吧 根本俄羅斯 對空雷達 就是完全 沒有西方武器 的水平 所以 解放軍 一早也知道了 解放軍就聰明了 與其 花那麼多錢 走去 就是買武器 搞科研 不如就是引進 全世界 最先進 的卡拉OK 在艦上面 一直唱歌跳舞 一直 唱K男女 這個就是現實 一隻軍艦 裏面有全世界最先進的卡拉OK 你怎麼期待他 可以在戰場上 跟正常的軍艦作戰呢 不是說美軍 不是說日本自衛隊 是說隨便 撿個國家回來 只要那個國家 稍為正常一點 你也很難打得贏 我們這一節要揭露解放軍的軍演 終於解放軍自己也忍不住了 索勝當成例行公事 索勝 就是搞這個擺拍 拍攝電影就算了 我們繼續廣播之前 請大家繼續支持六部曲 記得節目按like 用社交媒體 share我們的節目 記得繼續建設性留言 痛擊五毛 痛擊藍士 繼續開Google戶口 訂閱我們的頻道 星期二得道 星期二日報 還有後備頻道 星期二 新聞集團 好 我們繼續誠意邀請聽眾 經濟能力許可的你 希望你訂閱Patreon 支持我們 同一時間 請大家繼續運用免費模式支持我們 請打開我們的節目清單 欣賞播放 手動點擊 加無限大法 敬請大家繼續幫忙支持 好了 這件事的源頭 就是台灣總統蔡英文 訪問美國 大家還記得 我們本台 率先 跟大家 直播這個 美國眾議院的議長 佩洛西 就是 訪問台灣 當時這個 中國大陸 就是非常暴跳如雷 更加 是說要派出解放軍的空軍 追蹤佩洛西 的專機 好了 更加早前有大量的五毛和戰狼 出來說如果發現 任何一架軍機 在台灣那裏降落 美國的軍機 立即 刺穿了 中國大陸的底線 立即 要動用解放軍 把台灣 無力統一 現在的相關 軍事五毛 全部不見影蹤 又是成為核潛艇 極度深潛 包括環球時報的前老總 胡錫進 所以我們早前跟大家 一起揭露 一起直播佩洛西的軍機 降落這個 台北的機場 事隔現在是幾個月之後 差不多半年了 半年之後 台灣總統訪問美國 中國大陸 繼續對台灣 大搞軍演 現在 無論是上面 還是外面 還是下面 每個人都覺得 現在都是做一場大戲 結果解放軍 公然地 當成是拍電影 大家不要忘記 一場軍演 一場軍演 的重點 就是要令到對方 被震懾 這個就是軍事演習 的目標 但是 居然出現相反的現象 到底是甚麼原因呢 我稍後再跟大家詳細分析 根據最新 流傳的消息 就是說這次 解放軍 對台灣展開三天 包圍台灣的軍演 我們剛才 說了 軍演的其中一個目標 和目的 是要震懾對方 令到對方 士氣不振 提升自己 這一邊的士氣 簡單來說 展示武力 告訴對方 叫他不要亂來 又或者用力量 掌握對方 叫對方 不要反抗 這就是軍演的目標 和目的 但是在這一次的軍演裏面 居然有消息就是流出 這個叫做解放軍 054A 的舟山艦 居然 是主動用無線電 聯絡台灣 的海巡艦 這個內容就厲害了 當然要小心會不會是認知作戰 我們稍後再說認知作戰 解放軍居然主動聯絡台灣 的海巡艦 跟他說 問他可不可以 開得 靠近我們一點 跟著我們 進行拍攝 我們拍攝完 就完成了 就會成功交差 相關的訊息 正在流傳 根據台灣 台灣國防部 還有台灣國安的訊息 他們相繼證實 這件事是真實 台灣的訊息 和情報 直指 這個舟山艦 真的用無線電 嘗試聯絡台灣的海巡艦 我們認為這件事是真實 原因 是有以下幾種 首先 解放軍 本身 就是最不想作戰的部隊 想對台灣動用武力的人 主要 不外乎以下幾種 例如 要武統台灣 要建立功名 例如習近平 因為出擊的不是他 第二種 第二種最喜歡叫人出擊的 就是後面 軍事五毛 出來做了五毛大內宣那麼久 出來叫陣叫了那麼久 又不用自己上戰場 所以他們 又是毫不猶疑 在背後叫陣 好了 剩下那些 無知的 內地市民 有很多內地無知市民 上面說進攻 他又說進攻 台灣有台獨分子 他又說台灣有台獨分子 他又是覺得事不關己 總之 分裂祖國就不對了 總之你說打就打 又是沒有考慮到 自己 隨時被人捉去 精兵 上前線做炮灰 中國大陸主要是這三類人不停叫戰和主戰 好了 最愛好和平的是誰 最愛好和平的 就是解放軍自己本身 解放軍 是最不想 真的要動手的 一旦真的要動手 他們自己知道到底有多少炮彈 可以準確打中對方 他們又知道 到底自己的補給 和炮彈 可不可以頂到一個星期 他們也知道 自己 很可能 要面對 美國的軍艦 美國的武器 所以 稍為有正常 常識的人 你也知道 其實最不想打的 應該就是解放軍 解放軍和俄羅斯的軍隊不同 解放軍對外 幾乎 近幾十年都沒有打過仗 所以 我認為 解放軍 真的是 造反 真是 公然 發通訊 聯絡台灣的海巡艦 索性其實把自己 根本不想打的訊息 透過這個擺拍 擺拍事件 把這個訊息 透露出來 我認為這個 應該是真有其事 事實上中國大陸 都一直流傳著 解放軍 裏面對習近平 不滿的聲音 實際上 解放軍裏面 有很多將領 對習近平 都相當不滿 其實 那些一篇又一篇的文章 出來 批評這個領導 已經不是第一次了 所以 我認為這次這個事件 也是一些 零聲 表達不滿的做法 你說中國大陸是不是去到厲害得 懂得搞認知作戰呢 當然我們不會100%排除 但是 中國大陸 那些認知作戰 通常都不是這樣的做法 通常 有一大堆爪牙 就是非常 Active 走去 就是做一些擾亂的工作 主要 的維穩資金 就是走在台灣的本土上 國民黨 白狼 這些人 搞示威 你說這種認知作戰 的經費 很難跌入 解放軍裏面的內部 因為解放軍 那個貪腐的體制 跟這個維穩 不是很相同 所以 認知作戰 並不是不可能 但是 認知作戰 應該 不會透過 舟山艦 內部發出 應該 主要集中 在中共控制的媒體上 實際上 就算真的有所謂認知作戰 只要國軍 不要掉以輕心 不要放鬆警戒 其實 這些作戰 就是對現在的台灣 沒有什麼作用 我們今節跟大家暫時分析到這裏 謝謝大家繼續支持 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我們 在黑池 有了三個酒店 為 剛剛來英國的朋友提供一個 暫住的服務 因為來到英國 租屋是最大的問題 我們的黑池酒店 租金也相宜 最便宜的房子是300磅起 也有比較大的家庭房 今天我們收是收一個月的按金 以及一個月的租金 如果你住一個月實際上 你住 住滿一個月就可以拿回按金了 很多朋友 來到我們這裏住也覺得挺方便 我們 已經在這年紀裏面接近180個家庭 所以 也是有很多人的選擇 我們也有旅遊的包車 也有機場的接送服務 大家可以向我們的 合作社查詢 這個VPN贊助我們的頻道 由於它會更改你的IP地址 並通過加密的通道 所以 PIA對你的Internet的服務供應商 網絡管理員 政府審查員 是隱藏了你online的活動 即是說 政府是沒有辦法追蹤到你 看過甚麼網站 當 你聽升旗義得道 可能也經 犯國安法的時候 我認為 裝了VPN對你可能也會有保障 尤其是怕封網 尤其是YouTube上不了 透過VPN應該可以跳過香港的地區限制 本來VPN也是這樣用的 我們現在就是向大家推介這個PIA 因為他做了贊助 我們就是 告訴大家 用本台這條連結 就是有Discount 這也是我們其中一個法定廣告 以後我們也會把這條廣告放進去 多謝大家支持 希望大家支持 拜拜